我的職責是判斷他的犯行是不是受精神症狀疾病影響 那他的判刑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其實不是我應該要考量的 所以那今天法官的確一定是由採證我所認為他的犯行跟精神疾病有關係 所以他做了這樣的判決 但是他是不是要被判了幾年 或者說先進去幾年再怎麼樣 這不是我能決定的嗎 如果我做任何事情都會覺得誰可憐誰可憐 我就會影響我的判斷的話 那根本就沒有專業可憐 因為他表現出來的很明顯是有明顯的被害妄想跟幻聽 而且這個個案事實上在犯行之前的很多行為的狀況 也都是因為他受精神的影響 包含其實很多證據也知道他一直去報警說有人要害他 他一直傳訊息給他身邊的人說有人要害他他很害怕 其實都已經說他已經發病很多天了 所以那個犯行情他發病之後症狀的其中一個表現而已 讓很多民眾可能只看到片段的狀況 片段的行為就認為他就是一個正常人 但我們看的是整體的發病的狀況 其實檢察官當天有問我說他會不會只是因為逃票被發現而憤怒殺人這樣子 但是當我有反問他你就一個人會因為憤怒就逃票那幾百判斷的話你就殺人嗎 這很明顯也是跟邏輯都不符合啊 我對於自己的鑑定結果也是秉斥了我的專業跟我的良心來做鑑定的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接受檢察官這樣的說法 所以在出庭過程的時候也當場跟檢察官做這樣的描述 那我知道今天很多社會大眾對於法官這樣的判決感到不滿 然後在中午的時候我也看到很多輿論的風向都在批評法官或批評鑑定的意思 不過我想要說的是不管是我或法官都是依照我們的專業來做出判斷的 今天臺灣的司法認為有精神疾病的個案 他犯刑之後可以獲得減刑或者無罪的這個處分 這個是法律的規定 如果大家有意見應該是要強制改變這樣的司法 而不是去責備這些依照專業來做基金的法官跟醫生 很多的國外的證據或是國內的都告訴我們精神科的病案 精神科的個案它暴律犯刑或者是殺人等 比例並沒有比一般人高 但是因為媒體的過度的渲染跟報告 導致好像民眾都覺得殺人等只要精神科病案就會被減死 後續是他只要的確是沒有好好的治療 他就可能再有半行的可能 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好好的追蹤這些個案 讓他可以持續的在醫療體裡面穩定的治療 很多的精神疾病的個案只要好好的治療 他們都可以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甚至有一個好的工作 所以這才是我們要努力的